医生这样讲的意思是暗示说 可能有比较厉害的纤维化 或者甚至有硬化 不过因为这个判断 是跟医师的经验有关系 所以有时候是轻病重判 也就是说看起来其实是不那么严重 可是医师讲出来 是讲得比较严重一点 所以这个部分有两个 一个当然找不同的医师再看看 当然健保有一定的给付规范 所以必要的时候可能要自费 第二个是现在有一些比较客观的数据 我们以前可能也谈过 第一个是用抽血 比如说血小板 或者我们叫做Fib4 Fib4 这四项就包括年纪 GOT GPT 还有血小板的数值 这样可以用公式算得出来 那另外呢 现在有一种比较新的超音波扫描仪 叫做肝纤维扫描仪 它也可以比较客观 来用数字来判断纤维化 甚至硬化的程度 我们这个对于灰子颊这种黴菌 使用的这个抗生素呢 大概有10%到15% 可能引起肝功能异常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 所以医师讲得对 他比如说用药以后 半个月一个月呢 测这个肝功能发炎指数 GOT GPT 假如没有异常升高 就应该没有问题 属于那个85% 不会有肝功能异常的一个族群 那假如万一高起来 就立刻停药 应该一般也不会引起猛爆性的肝炎 所以用这样来说的话 应该是好好的来治疗灰子颊比较重要 但是我们知道它可能引起了副作用 我们就用适当的方法来了解跟避免 就是说我们在超音波看 在肝脏里面有看到比较亮的一个小点 那么这个小点到底是血管流呢 还是钙化点等等 就要由医师根据他的经验来判断 那另外呢 如果是脂肪肝很厉害的时候 这种血管流会变成暗的 就变成低回音 就是一个暗的阴影 不是亮的阴影 所以跟周遭的肝脏亮度有关系 那一般而言 假如是医师说血管流 应该是指良性的 它不会转变成恶性的肝肿瘤 所以不用担心 通常我们胆囊息肉 小于一公分 直径小于一公分 大概都是胆固醇的结晶 但是呢 假如超过一公分呢 有可能是像大肠类似的那种腺流 所以全世界呢 大概医师只要做超音波 或电脑断层 发现有大于一公分的胆囊息肉 通常是不做保证 不做保证的意思 也就是说 有时候会建议病人去把胆囊切除 不过我们的观察是 大概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可以定期用超音波来追踪 也是一个办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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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